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公婆婆怪她 自己的父母又隔得远 帮不上忙 但她觉得只要夫妻同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她查了资料 看到了很多效果不错的案例 上面说脑汤孩子虽然不能像普通孩子那样健康的成长 但康复治疗做得好 孩子以后不仅可以自理生活 以后还能取得娇人的成绩 特别是看到在一个妈妈的不懈努力下 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 她就更加坚信 只要自己不放弃 乐乐将来也会自理自强 拥有美满幸福的人生 刘洋却不以为然 我们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父母 你就这么自信 我们的孩子会是凤毛麟角 康复的最好的那一个 刘洋不要太说 别怪她自私 她的人生不可能只围着孩子转 孩子的康复治疗频繁 又需要日积月累的坚持 她没有时间 也没有耐性 她是家里的独子 父母的养老需要她 这个家的围持需要她 而且现在也是她工作的关键 分心会让她的前途进回 她希望和任磊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重点培养 将来这个健康的孩子可以照顾乐乐 任磊坚决不同意 放弃乐乐就等于对这个孩子的一生 怕了死刑 太过残忍 她要全心地投入治疗 一直到孩子有自理能力 又考虑到老公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所以她说 你只要做好工作 赚钱就行 孩子由我来照顾 可是任磊付出了很多努力 乐乐到两岁都没办法坐直身体 更别说站立了 看到同龄的孩子 能牵着母亲的手到处玩 任磊心如刀角 听母亲说老家有个老中医 不少脑碳孩子吃过她开的药方 很有效果 任磊听了也没有多想 收拾行李就带着孩子去了 只要一有机会的话 她都不会放弃的 那以后孩子一边喝着中药 一边去康复中心训练 任磊忙得筋疲力尽 每次只是喂药都要用很多时间 而且乐乐无法控制排泄 住的房间都得铺上防水的垫子 空气中一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屎尿味 左邻右舍每天都可以看到身材瘦小的任磊 抱着孩子往返家里和康复中心 风雨无阻 让人心疼 大半年过去孩子可以稍微坐一会儿了 就是这样小小的进步 让任磊觉得每天的辛苦和执着都是值得的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刘洋时 丈夫只是淡淡的嗷了一句 听不出一丝一毫的高兴 他能够理解丈夫的冷淡 为了给孩子治疗 他们长期分居 交流很少 电话里说的最多的就是钱 丈夫一个月工资不过八钱 大部分都给他 但这两年下来 不仅没有积蓄 还欠着几万块的债 这也让公婆对他怨声连连 没多久 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 说看到刘洋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这样的消息在预料之外 也在意料之中 他假装得很淡然 但胸口却像被重重积了一拳 生生的疼 任磊给丈夫打电话 想从他嘴里知道真实的答案 丈夫却一口否认 你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 现在孩子治病需要钱 两个老人身体不好需要钱 我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捣女人呢 为了缓和和丈夫冷淡的关系 任雷赶紧将女儿带回到丈夫身边 可他却住不近 曾经共同生活的房子里 他和丈夫结婚后 一直与公公婆婆同住 房子是公公婆婆的 现在公公声称 他带着孩子一走大半年 根本就没有把这里当成过家 也没有尽过儿媳的责任 所以他不能再住进去 如果他死皮赖脸要待在这里 他们可以连儿子一起赶走 他哭着央求 乐乐也是你们的孙女 他现在很需要一家人的关怀 换来的却是公公无情的拒绝 我连儿子都不要了 哪来的孙女 他知道 这只是公公说辞而已 说到底 他们心里嫌弃 这个天生残缺 会拖累他们一辈子的孙女 任类把一家人团圆的希望 寄托在刘洋的身上 刘洋却懒懒地说 这都是你造成的 怪得了谁 花了那么多时间和钱 孩子现在连走路都不会 刘洋把他们母女 安顿在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 他说 事到如今你也别多想 带好孩子才最重要 他以为这是丈夫的 不离不弃 却没想到是他绝情的开始 出租屋里只有他和乐乐 刘洋根本就不回来住 任类追问他的去向 他总是说在加班 他工作的地产公司 不可能连着上通宵包 多问两句 他就发火地挂断电话 再打过去就是忙音 他去他公司楼下等 但他一见他们母女 就各种借口躲闪 而且现在 他连生活费也给的少了 一个月只给他们三千 乐乐最基础的康复训练 每个月就需要一千五 更别提母女俩的生活费了 而且他还想给乐乐 增加一个智力训练 但拙金剑肘的经济 让他开不了口 电话打得多了 刘洋嫌烦 直接将他的联系方式 拉进黑名单 不得已 他只能去公司找他 抱着女儿站在丈夫的办公室里 刘洋的眼神 是像看乞丐一样 然后责备地说 你每天就知道钱钱钱 你不知道我赚钱有多辛苦吗 你总不能让我不吃不喝 让我不赡养父母 把钱全部给你吧 你嫁给我 到底是因为爱我 还是因为钱 他的话呛得他哑口无言 他是个好母亲 却不是个好妻子 他把太多的爱 放在了女儿身上 却忽略了自己其他的身份 女儿 妻子 媳妇 他把手放在刘洋的手上 我知道有些事做得不好 我可以改 让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刘洋甩开他的手 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随你吧 他依旧不回家 他不回父母的家 行踪成迷 他表明态度 如果你已经爱上了别人 我可以成全你 只希望你不要放弃女儿 他却坚决表示 没有 有天 任磊收到一个陌生号码 发来一段视频 视频里 刘洋的母亲 怀里抱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婴儿 旁边围绕着人 能听到有人清晰地说着 恭喜他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孙子 刘洋是家里的独子 刘母的小孙子 只能是刘洋的儿子 这段视频对任磊来说 犹如五雷轰顶 他设想过丈夫会一情别恋 却没想到他又做了父亲 看着重新捧月般的健康小婴儿 再看看自己 怀里 目光呆滞 松软无力的女儿 痛哭成了他唯一能发泄的方式 他不甘心 又去找刘洋 他拿出视频 想要求证 他事不关己地笑了笑 那是别人胡乱拍的 我妈只是想抱着别人家的孩子 玩而已 如果你坚持 那是我的儿子 请你拿出证据来 丈夫不肯承认 他也无可奈何 有时候任磊也想 如果当初放弃这个孩子 他生活会不会好过很多 但这个想法 也只是在任磊的脑海里 一闪而过 很快就消失了 女儿伸出稚嫩的小手 替他擦着眼泪 他立即抱起女儿 为刚才的想法道歉 妈妈会永远陪着你 他抱着乐乐 去了刘洋的父母家 他想为了女儿的幸福 最后努力一次 隔了铁门 他看到刘洋就在家里 却对他视而不见 连门都不开 还是在邻居的调和下 刘教父母才开了门 让他进去 他刺下环顾 却没有见到传闻中的第三者 和视频里的孩子 认累诚心诚意的认错 照顾孩子这几年 他忽略了大家庭的存在 公共婆婆生病 没能照顾眼前 丈夫面对压力的时候 也没有好好地沟通 现在正是女儿治疗的 关键时刻 希望全家能齐心协力 都给乐乐一些关爱 她的诚恳换来的 依旧是末世 刘洋的父母表示 乐乐是他们夫妻的孩子呀 作为老人 没有任何的责任 他们不想管 也管不了 刘洋则说 他是无理取闹 他没有提出离婚 就是对他和孩子 责任的表现 是他自己疑神疑鬼 不让大家好过 他适当着说 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吧 这样乐乐也会有个伴 刘洋果断拒绝 现在支撑乐乐的治疗 经济就已经很困难了 你有不工作 再生个孩子 谁养活 大家又不慌而散 任雷打电话 给凌洋的一个好友 恳求了很久 对方才告诉他 刘洋的确交往了一个女友 对方前不久 为他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 刘洋以及他的父母 都非常认可那个女友和孩子 只是碍于刘洋已婚的身份 所以只有几个要好的亲戚和朋友知道 一来 刘洋担心会犯重婚罪 二来 担心离婚 会让别人觉得他抛弃气死 影响他在公司的升职加薪 所以他面对人类的态度 一直都是不抛弃 不负责 不面对 任由他自生自灭 坚持不住的时候 他自己会主动离开 回到冷冰冰的出租屋 看着乐乐懵懂的眼睛 他庆幸孩子 没有灵免的感知力 不知道大人 对他的冷漠与无视 对丈夫以及他家庭希望的彻底破灭 反而让他更加增强起来 剪断了所有的退路 就只能去到前进的路 之前顾虑丈夫的感受 对于乐乐的康复训练 他会斟酌犹豫不定 总是选择最便宜的能胜则胜 因此耽误了女儿的治疗时间 现在他会对女儿尽全力 因为他的家庭只剩下乐乐 在生乐乐之前 任磊是一家化妆品专柜的销售员 照顾乐乐这几年 他就放弃了曾经要好的朋友与同事 惊醒的是 他们同情他的遭遇 不少人愿意帮他 他开了一家微店 将自己的一些护肤美妆经验 分享出去 也卖一些产品 赚取差价来补贴生活 没有进货的钱 他让朋友先借给他 然后打了借条 让朋友打电话去问刘洋催款 渐渐的刘洋坐不住了 他借的钱都是用于乐乐治疗 和母女俩的生活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他必须要偿还 在他看来 乐乐的治疗是个无底洞 担心债台高筑 他终于向任磊提出了离婚 现在轮到任磊不紧不慢地说 你不是说过 只要我不提离婚 你永远都不会离婚的吗 为了乐乐 我不离婚 刘洋第一次主动找到他 承认自己的不负责任 两人没有感情了 希望任磊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和平分手 他愿意和他一起 分担未来孩子的生活费和康复费 在要了五万块钱的补偿费之后 他和刘洋去办了离婚证 并要求他在离婚协议上写明 孩子未来产生的费用 夫妻俩一人一半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去找过刘洋 如他所料 对孩子的抚养费和治疗费 刘洋玩起了躲猫猫 而他也不会轻易妥协 他坚持 法律会为他讨个公道 两年后 乐乐不仅能蹒跚走路 还能清楚地叫出妈妈两个字 经历风雨 力量后的人磊 也越发地坚强和独立 他偶尔能听到朋友说起刘洋 面对他提出的每一次 催交抚养费和治疗费的诉讼 刘洋和女友没有领取结婚证 前不久 他带着儿子嫁给了别人 为了女儿 他会坚持做一朵带刺的玫瑰 艳丽的绽放 不对任何伤害妥协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会出现一个能软化他盲刺的人 未来怎么样 谁都说不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